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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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來吧 OK喔 宋人大哥新年快樂 一開春就到台灣來 對不對 雖然這部念小切嘛 這部戲裡面大概是 好累 是喔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好玩的故事 它 好玩 就是 它是一個跟我以前演的角色不一樣的 嗯 它是一個妖嘛 我演那麼多年沒有演過妖嘛 嗯 所以 在設計上面 對 比較新 嗯 造型也比較怪 嗯 就這樣 所以第一次看妖的造型有稍微 嗯 你們會不會 我還沒看到 有沒有覺得這個造型有點排斥或怎麼樣 有嗎 不知道 造型出來之後看看反應怎麼樣吧 嗯 它要跟那個演出結合 然後就看整個感覺怎麼樣 嗯 它比較 它跟一般我演的角色不一樣 因為 它不光是控制在演的手上 它 出來之後還有一些 嗯 好像 音調上面 它會調的比較奇怪 喔 然後在特技上面 它有一些 就要加上去 嗯 整個人物才出來 嗯 所以好像你是一部有穿越的劇情 它不是穿越完 它是現代 它是現代劇 但是它 就從五百年前一直到現在 嗯 嗯 在演起來會不會是壓力 壓力 每一部戲都有壓力 不會沒有壓力的 因為創作都是有壓力的 嗯 但是您在延續這麼久 就是好像什麼角色都演過了嗎 不是不是 嗯 這好像 好像你說 欸 你 你現在幾十歲了 什麼愛情都談過了 現在沒有什麼不一樣吧 嗯 當然不一樣啦 年紀不一樣 跟 什麼人 跟年輕人 談那樣 是吧 所以 你現在 處理一個角色 跟 之前年輕人處理一個角色都一樣 嗯 所以情人節的話 情人節 就在待在家裡吧 沒有情人 呵呵呵 呵呵 所以接下來您覺得說 因為好像 之前看一些報導說 欸好像戲也蠻多了 有想 退休齁 這個是有 退休 退休是一個夢想 夢想是不能達成的 因為達成就沒有夢想 所以 喔 呵呵 想是讓人想 但是 難 可能 嗯 興趣還是有 還是想繼續玩下去 嗯 就看 緣分吧 有沒有什麼角色 你覺得一直很想挑戰到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事 沒有 嗯 一般就是 遊戲找我 找我 然後我就開始創作 嗯 我自己 很想 所以這個劇本拿到之後 到你開始拍拍的時候 中間有傳播過很多 有 當然有了 然後我跟劉兆明 談一下啦 因為他以前也過這個 然後在造型上面 我要設計一下 因為他是現代劇 現代劇又要有 又要有那個 古代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又是 嗯 一個腰 他又不是男 又不是女 然後在演出上面 又要跟我以前的角色不一樣 又要跟其他的那些 導師啊 人啊 鬼啊 又要不一樣 所以在創作上面 滿費功夫的 嗯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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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